要大幅的提高一个罚款 好了 后面咱们一再讲了 这个4月22号 马上就要4月1号了 4月23号 这个人民海军建军70周年 所以大规模的要举行一个海军 海上的阅兵 我至今还记得 09年的时候 我们建国60周年之前半年 同样也举行了大规模的海上的军事演习 这次国产航母要亮剑 超过60国要派团 要到青岛来观摩 观摩规模是历来最大 但是我告诉你 美国海军一定不在内 因为我们不希望他来了 该来的时候你不来 不该来的时候 南海你穷来 那这次干脆青岛你别来了 对不对 我一再说过 《脸座早报》的报道是这样说的 它说中国增强与虚拟现实整体市场 今年预料增加86% 大家知道什么叫虚拟现实 虚拟现实叫Virtual Reality 就是你现在在虚拟现实里面 在电脑里面什么都可以做的 有时候很有趣 有时候很危险 什么叫增强现实呢 叫Augmented Reality 就是不但是虚拟现实 有时候电脑里面 比如大家现在看电视机 等一下邱正海 就走出来 走到你面前 跟你说说话 你抓不抓不到 他就站在你面前 这叫增强现实 这两个东西 现在在5G时代 马上就要来 所以按照联合早报的报道说 中国增强与虚拟现实整体市场 今年预计要超过6% 最后给你谈谈韩国瑜 韩国瑜回去之后 不是台湾内部在发酵吗 现在第三个眼睛 台湾联合早报韩永宏 以前联合早报 驻北京的记者说 韩国瑜他到底是个政绩器材 还是掏活者 然后他说 与中联办见面 显然是向北京 靠着一个突破之举 但是与此同时 他说的话也没问题 他表示了 他也声明了 自己是孙东山 创造孙东山的信徒 同时 以前台湾的陆委会的主委 和国民党民主席 不是也见过中国领导人吗 观念是 两个早报的文章这样说 证明奇才的下一步会是什么 抛用韩国瑜 在大陆突然抛出了邂逅 说老鼠脱后鞋 大陆在后面比喻的事物的仅是 出路端 你一切才刚刚开始后面 还会有更大的事情发生 更大的事情 有些好事情我们希望发生 不好的事情 不希望发生 比如说最近 美国这个印太司令部 以前是亚太司令部 现在拐了一个弯 叫Indo Pacific 把印度也喊进去了 显然是要把中国的南海覆盖进去 印太司令部抗北京武力统一 美国的国务卿蓬佩奥 在前美国的中央新报警局长说 台湾旅行法要加强交往 旅行法完全不必要 你现在有个台湾关系法就可以了 所以这是一个